你是叫小茶? 嗯,我叫宁小茶,大师您好。 嗯,你也好,坐吧,平时都做什么呀? 混吃等死? 能吃是福啊。 我也这么想,我也这么想。 未来想做什么? 富贵贤人? 做个富贵贤人好啊。 许致,你的岁月静好,是有人在负重前行。 嗯,我知道的。 对他好些,理解他,相信他。 他是个痴情人,绝不会辜负你。 万千神佛在上,你们同心一处,会有福报的。 嗯,我明白,我会谨遵您的教诲。 既如此,你回去吧。 一空大师留了赵征夜谈,宁小茶不耽搁,麻利地起身走人了。 赵征送他到门口,安排沈卓护送他回去,一路顺遂。 宁小茶平安地回了小屋,简单洗漱之后,推开窗户,看到外面来回行走的侍卫身影。 得,这么多人盯着他,狗男人真是对他严防死守啊。 怎么办,怎么逃啊。 殿下快射,马上也交费。 赵征在宁小茶的催促声中闭眼射箭,依旧命中野鸡的脖子。 在这佛教圣地,殿下杀生了呢? 赵征听了也不生气,双手合十,为野鸡念了一段网声咒。 殿下,能吃了吗? 再等会儿。 好。 他硬下来,环视一圈,觉得等待无聊,就去河边玩水了。 但赵征一直分神留意着宁小茶的动静,也就察觉了他的异藏,立刻放下烤鸡,走了过来。 怎么了? 受伤了,流血了,好疼,殿下不许骂我。 你还好意思哭。 他拦腰,把宁小茶抱起来,走上岸放下来,撕下一块衣服,先是擦去伤口处的污水,再是去寻找草药。 不要乱跑,听到没,我很快回来。 宁小茶乖乖地点了头,见赵征走远了,环视四下无人,逃跑的小心伞就窜出来了,鸡不可施啊。 但,暗处有没有人呢? 他看着烤好的烧鸡,拿过来撕下了一条腿,啃了几口,假装被噎着了,捂着喉咙直哃嗽。 撒屁,救命也。 片刻之后,一到黑影就闪现到了面前,帮他拍背递水。 不用了不用了我没事了 果然暗处也有人 你怎么来了 他刚才吃野鸡的时候 差点噎着了 你是小孩子吗 赵征责怪了一句 没有再说什么 任命的给宁小茶处理脚上的伤 疼疼疼 这么漂亮的小脚 支撑你活蹦乱跳 还真辛苦 他这么辛苦 你要怎么回报他 说着就恶意地 抬起没受伤的脚 去瞪赵征的脸 殿下 您忙好的话 我有事要说 老实坐着 不许乱动 不许乱吃东西 看到宁小茶点头 才起身朝着不远处的 痰碎走去 殿下 叶传自保身份 说是歧视皇嗣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歧视皇嗣 绝不可能是女人 殿下 叶传不是女人 他一直是男扮女装 不管他是男是女 他都不是歧视皇嗣 是假冒的 他为何要假冒 一个想要活下去的囚徒罢了 谈什么原因 那殿下 我们要怎么做 现在动手 还是借着他探入 反召复齐组织内部 他们现在在哪儿 来明空寺的路上 可知他们为何来明空寺 莫不是为了刺杀殿下 那就通知下去 做好准备 等着他们吧 是 殿下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 脚空啊 乖 不要闹 殿下 你是被我说中了 恼羞成怒了 殿下没那意思的话 就归安吧 我要休息了 两人独处 他总是无限纵容宁小叉的 这会儿 看宁小叉背对着自己 知道宁小叉生气了 就随手揉了揉 他的脑袋 算作安抚 殿下 你摸脚的时候 怎么能摸我的头呢 那是你的脚 那也不行 你以后少摸我的头 赵征自觉 是个好脾气的人 但人的脾气再好 也有底线 比如宁小叉 不让他摸头 就是他赵征的底线 这会儿 赵征被碰了底线 忍耐力瞬间下降 就直接上手 摸宁小叉的头了 没错 宁小叉越不让他摸 他越摸 主打一个反骨 殿下 你 你故意的是吧 他忍不住伸手 压住宁小叉的后脑勺 稳住了他的唇 不气了 嗯 不气了 前提是 殿下给我洗头 赵征没拒绝 喊了香玉烧水 以及准备相关的用品 你在做什么 佛门清净之地 你如此行事 简直荒唐 昏愧 赵征敬重他 知道他忌讳这些 便及时收手 喊香玉 来收拾残局 至于他 跟一空大师走了 作为一国的储君 一举一动 那么多人盯着 你可知自己那般行事的后果 我知道 我的错 当然是你的错 在我说他是红颜祸水的时候 你若真的想证明他不是 就该跟他保持合适的距离 而不是更加亲近他 我知道 我的错 你说你知道 还知道什么 那些人到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已经通知侍卫 安卫做了准备 就等汪中捉鞭了 他们如今到了山下 群寻不前 或许正在等待同伴 商量计划 正是使探利孤的时候 是你擒贼仙擒王的机会 记得你的目的 不要徒增杀你 他们 也从来不是你的敌人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躬身 向他告别 随后回了小屋 安排好保护宁小茶的人 就带侍卫下了山 那队伍浩浩荡荡的 像是要领兵打仗 宁小茶看得心跳加速 觉得逃跑的机会来了 诶 你良缘 你要去哪里 殿下说了 你要在屋里休息 噓 别紧张 我不乱跑 就是想去一空大师那里 听说他算命可灵了 我好奇 我这未来能坐到什么位置 乖 你不好奇吗 不想知道自己以后是什么样子吗 我们可是一容俱容啊 宁小茶虽然是说悄悄话的架势 但声音没压得太低 各位 你们对我的好 我都会记得的 宁小茶这么暗示 简直是拿利益诱惑呀 谁能抵抗 尤其他们压根不觉得宁小茶有逃跑的念头 于是宁小茶就去了一空大师的住处 并成功见到了他 一空大师 下午好啊 说吧 想让我为你做什么 宁小茶听得心里打鼓 想了想还是准备迂回一下 殿下去忙什么了 匆匆忙忙的 还带了那么多人 像是有危险 我很担心他 你确定 是在担心他吗 您曾说 我是红颜祸水 可是看出了我的命运 红颜祸水多薄命 大师 您是说我的命运不好吗 一空大师摇头不语 摇头是什么意思 大师 您是智者 是要普度众生的 可不能话说一半呀 或者 我让殿下来问 你察觉到问题了吗 什么意思 你不爱他 你一直在利用他 这是你悲剧命运的原因 他的爱太过浓烈 而你的爱太过飘忽 不对等的爱 是会两败俱伤的 宁小茶 他会爱你 爱到毁灭的程度 他不会的 他仗责过我 还把我送了人 好吧 顶多有点喜欢 这个我承认 说爱就自作多情了 你不信他 这是你悲剧命运的第二个原因 我什么悲剧命运 大师说清楚 我弥陀佛 大师 你不能这样 你这样说话说一半 会损功德的 大师总要给我指条路吧 您都知道我是悲剧命运了 不说就是见死不救啊 你只有一次逃生的机会 就是现在 什么 逃生 您要我逃跑 他是想逃跑 也想寻求他的帮忙 结果 他还没有开口求助 一空大师竟然要帮他 佛祖真的显灵了吗 这么灵的 激动间 就见一空大师 点了几处墙壁 一道暗门 渐渐显现出来 宁小茶更傻眼了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此处直达山下 您为什么要帮我 别跟我说 帮我就是帮他 我不信的 大师这么帮我 定然有别的原因吧 路在脚下 心与不信 全在你 阿弥陀佛 他们就守在外面 我在你这里失踪 你逃不了干系 换句话说 就算我逃跑失败 被殿下抓回来 我也可以跟殿下说 是你蛊惑我的 甚至是你逼迫我的 你不喜欢我 想拆散我们 他会信的 那你还在担心什么呢 如果我逃跑成功 你依旧逃不了干系 那就是我的事了 他如果真的爱我 会恨死你的 爱恨一念之间 我所求的 就是他能砍破清关 大师仁慈 殿下会理解 您的一片苦心的 宁小茶得知 他的目的 总算放心了 还笑了出来 然后问他 要了一个火折子 一根蜡烛 就迈不进去了 一空大师 目送他的身影 消失在黑暗中 缓缓双手合十 再次念起了经文 如果宁小茶听得到 会知道他念的是 往生咒 而那是告慰死者的 他没告诉宁小茶 情之一观 唯有死亡方式堪破 不知前行了多久 手中的蜡烛 都快要燃烧殆尽了 才看到了 久违的自然的光亮 一出洞口 却是临近黄昏了 真好 自由了 就在这时 咻的一下 一只剑射到了脚前 深深刺进了脚前的地里 就是他 狗太子的女人 只要抓住他 狗太子就会束手投降 话音才落 他就带着三人一拥而上 轻易地把宁小茶给抓住了 他忍着痛往山下去 住手 赵正 立刻让你的人退下 不然 他死定了 宁小茶 你怎么会在这里 宁小茶回答不了他 难道要说 不好意思啊 我又逃跑了 所以又被抓了 不不不 这也太丢人了 宁小茶不说话了 宁小茶 你又在逃跑 对 我又在逃跑 这是我千方百计逃跑的下场 所以 你不必在意 不必管我 为什么 我哪里让你不满意了 宁小茶 一次一次的 你就这么想离开我 就是殿下想的那样 我无话可说 别拿我威胁他 真的 两次了 我不想做废物 没劲透 他这会儿崩了心态 抓住杨记的手 就想来个解脱 你干什么 你 糊腻了 别 你别伤他 宁小茶 你给我老实信 别胡来 后退 让他们走 叶姐 你还好吗 正想说什么 一支剑忽然射来 那支剑直奔宁小茶的胸口 宁小茶没想到 自己是这么死的 他闭上眼 等待着死亡 但 预想中的疼痛 一直没有来 反倒是一个怀抱 像山一样覆盖住了自己 宁小茶睁开眼 看到叶蝉挡在自己面前 后背插着一支剑 陛下 谁 谁放的剑 滚出来 放剑的 滚出来 他愤怒地吼叫 但没有人站出来 那人放出一剑 来无影 去无踪 隐没于寂静的街市剑 赵征因为那一剑 成了恶人 他看向宁小茶 见宁小茶朝自己摇摇头 像是对他很失望 随后扶着叶蝉上了马车 自己也上去了 下来 宁小茶 赵征看出了宁小茶的心思 借他们的手逃离他 赵征满眼恐慌的大吼 不可以 宁小茶 你给我下来 你下来 宁小茶没有下车 朝赵征摆了摆手 便放下了车帘 把他放下来 我放你们走 马车里 叶姐是吧 先不说 我是你侄女的救命恩人 救命之恩 当涌泉相报 你要丢下我 就是要遭天谴的恶行 主要你丢下我 就是自寻死路 赵征杀你们 更加有恃无恐 叶蝉 是趴在宁小茶怀里的 感受到后背上 叶蜂蓝头来的视线 带着冰冷的恶意 就转过头瞪着他 朝他摇头 口型说 不可以 他是我的 突然 是刀剑劈在马车上的声音 停下来 把他还给我 把他还给我 宁小茶 你下来 不要离开我 宁小茶听了 心情很复杂 但还是在叶蜂蓝的指挥下 缓缓掀开了车帘 不要 求你 但叶蜂蓝还是毫不留情地 举着匕首就刺了下去 宁小茶配合着痛叫 我要杀了你 叶蜂蓝 你敢伤他 我必杀你 赵征 束手就擒吧 如果你不想为他收尸的话 你该知道 刀剑无情 我也绝不会手软 放了他 我来当你们人质 赵征 都这时候了 你确定要跟我讲条件 叶蜂蓝冷笑着 将匕首压尽宁小茶的脖梗 别 不要 他举起手 放下了手中的剑 叶蜂蓝 我们之间的恩怨 不要牵扯到无辜的人 只要你们放了他 我不仅乖乖做你们的人质 还可以告诉你们 歧视黄寺的下落 你不会真的以为 叶蜂就是歧视黄寺吧 我是赵氏唯一的寄生人 为之的消息传到皇帝耳朵里 或许你们会得到 意想不到的收获 只要你配合 你也会收获你想要的 现在你放心了吧 快给他指写 求医 你老实些 他死不了 随后压着宁小茶 上了马车 宁小茶坐到马车上之后 他偷偷掀开车帘 看到赵征身带铁链 缓缓地跟在马车的旁边 你还好吗 身体怎样了 别怕 我在 还没事的 宁小茶听了眼里泛酸 莫名地想哭 傻子 他是假人质 可赵征是真人质 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竟然还担心他 真是个大傻子 殊不知 傻子是大智若鱼 这会儿以身做局 谋求了很多东西 包括宁小茶这一刻的真心 我根本没受伤 你管好你自己吧 你没受伤就好 不久 进了历程 姐姐 你这么盯着我 我怎么洗澡啊 要不 你在门外等会儿 叶峰兰呢 就像是没听到 身体一倒 躺在床上睡觉了 不行 不能躺 你也一身的血 很脏的 这么躺着 晚上怎么睡觉 那一起洗吧 刚好我给你擦澡 两个女人 一前一后下了水 面对面地看着 莫名就尴尬了 你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 那你转过去 我给你擦澡 宁小茶不想跟她 面面相娶 立刻转过了身 这一转身 叶峰兰帮她撩起 头发擦澡 就看到了宁小茶 后颈上的 红色胎记 怎么会 你身上怎么有 她不可置信地 看着红月胎记 愣了好一会儿 反应过来 就上手摸 不仅摸 还搓 以为是血迹 或者是染料 可以搓掉 但不是 是真真实实的 红月胎记 啊 她 好她 你干什么 你怎么了 十六年前 她丢弃的女儿 后颈就有一个 红月胎记 宁小茶 会是她的女儿吗 如果是 那她跟赵氏余孽赵征 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呀 小茶 你的父母叫什么 能跟我说说他们吗 姐姐怎么突然问这些 不瞒你 我看你有些面熟 疑似是救人之女 姐姐的救人 怕是跟我的父母 没什么来往 他们就是普通百姓 我不是那种捧高踩低 攀附权贵的人 我跟好多普通百姓来往 也有好多普通百姓朋友 你先说说看 你父母叫什么 做什么 我父母早亡 我被大伯一家贩买 你记不得许多 对不起 没事 都过去 等一下 她想逃跑 好像可以试试苦肉计 同是女人 也许有用呢 好吧 过不去的 我的父母 是我一生的伤心事 我从小身体不好 经常生病 父母为了给我治病 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还纷纷泪伤了身体 我的母亲早早病适 父亲负担更重 没日没夜地打鱼 结果泪晕了 逆水而亡 我那时才六岁 被大伯一家收养 他们当我是脱油瓶 没多久就把我卖给了牙婆 我是被当着扬州兽马养大的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那养着我们的婆子脾气暴虐 经常虐打我 跟我一样被养着的女孩 好多都被打死了 好不容易我们长大了 却是要被卖给一些大富翩翩 上了年纪的富生 我有个姐妹 就是稍稍表露了一些不满 结果那富生 当着我的面 把她糟蹋致死 我不想余生跟个老男人 被人糟蹭 得知皇帝下旨选拔宫女 就想办法报名参加了 不想 皇宫生活如履薄冰 更是吃人不眨眼 诚然 太子待我有几分情意 但我身份卑贱 不敢高攀 就生出了逃离的念头 姐姐 你行行好 放我走吧 我这一生命运多船 不求富贵 只求能够平安自由地活着 别哭 你会平安自由地 你放心 有我在 你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至于她 你不想她纠缠你 逃跑不是办法 我会帮你杀了她 她死了 你就彻底自由了 那个 姐姐 你误会了 我没想她死 你不想她死 你喜欢她 不可以 你不能喜欢她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敌对关系 我先声明 我不倡和你们的斗争啊 反正就是不行 你不能喜欢她 以后也不能见她 姐姐 你是不是管错人了 叶风兰有口难言 曹操洗了个澡 便穿上衣服离开了 宁小茶 见她离开 赶紧洗了澡 换上新衣服 想着寻机闪人 她推开窗户 二楼的距离 楼下站着两个黑影 夜色茫茫下 看不清具体面貌 但显然跟叶风兰一伙的 姑娘别乱来 会摔伤的 赵征呢 你们不会不给她饭吃吧 这是叶姐的意思 是可杀不可辱 你们这是虐待 她的呢 都饿过她一顿了 还饿第二顿 过饭了吧 宁小茶才不管别人怎么想 拿起自己面前的包子 就走过去 塞赵征的嘴里了 赵征没有吃 头一扭躲开了 赵征 你都这下场了 还耍少爷脾气 爱吃不吃 没人捧着你 宁小茶顶着众人的目光 觉得很尴尬 准备返回自己的位子 脚步一迈 发觉衣袖被人给拉住了 是赵征拉住的 她对于她一言不合 就翻脸的脾气 笑得无奈而宠溺 先为我喝杯水吧 我渴得厉害 还是言不下去 你傻呀 渴了不早说 小茶 手很疼 好像麻了 叶峰岚想提醒宁小茶 但宁小茶已经信了 不仅为她喝水 还为她吃包子 好吃吗 好吃 还有什么想吃的 来碗馄饨吧 好 叶峰岚看得很不爽 想着两人的身份 就喊宁小茶过来 叶姐 叫我什么事啊 你好好吃你的 等会儿要长途奔波 你也可以多准备一些 自己想吃的东西 叶姐 咱们目的地是哪里啊 不急 你会知道的 宁小茶 知道她是婉拒 便也不问了 改去买包子 零食以及一些日用品 期间两个男人 寸步不离地跟着自己 宁小茶环视一圈 哎 等一下 好像苗到沈卓了 宁姑娘 劝她们不要轻取妄斗 这关乎赵太子的性命 如果不能成功 把她带回目的地 叶姐会考虑 先下手为强的 我能跟她们说话 男人点头 护送她经过沈卓身边 不要轻举妄动 不然殿下有危险 她走得很慢 眼看着要跟沈卓擦肩而过 不想 沈卓骤然抓住她的肩膀 把她护在了身后 同时周边多人抽出长剑 杀向那两人 不要 不能杀 会激怒他们的 殿下还在他们手中 殿下怎样 还好吗 你有没有办法 把殿下救出来 宁小茶摇头 一时没有主意 把他们放了 想拿两条命换你们太子 真是太天真了 殿下 放人 叶峰岚对这结果 还是不满意 下一刻 池剑就刺向了赵征的大腿 是要让他以血还血 不要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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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还好吗 你干什么 为什么要伤他 根本不关他的事 无论关不关他的事 只要他姓赵 他注定是个死人 记住你的初心 既然选择了离开他 就不要左右摇摆 心软 只会害了你自己 先送他去医馆吧 宁小茶丢出这句话 甩开叶峰岚的手 迈步回了客栈 叶峰岚安排人盯着他 自己则盯着赵征 去旁边的医馆就医 等处理好伤口 就让赵征上了马车 马车本来是给叶禅用的 但叶峰岚不想叶禅 长途颠簸 加重伤势 就安排叶禅 在客栈休养几天再出发 叶峰岚安排宁小茶骑马 不想他上马车跟赵征在一起 客栈那次我放了你们 可知原因 还能有什么原因 当时他不是在我们手里吗 你放了他之后 当时也是强弩之末了吗 我要是让人追捕 你以为你们会逃掉 什么意思 你是故意放走我们的 不仅放走了你们 朝中大臣跟你们有勾连的 赵征说了几个人名 看着叶峰岚的面色 越来越紧绷 轻松一笑 别担心 他们暂时不会有事 所以我故意放走你们 包括那些大臣 可知什么原因 你到底想说什么 想耍什么花招 看来你们是不知了 既然不知那就该查 骑士皇寺 等你们那么久 也是 不要让他失望啊 你知道骑士皇寺的下落 你若不说 那宁小茶就要吃苦头了 别拿他吓唬我了 你之前已经吓唬我一次了 当时他毫发无伤 你对他下不了手了 我为什么要对他下手 他想离开你 跟你不是一路人 甚至是你的敌人 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 我为什么要对朋友下手 更何况你落到我手里 还多亏了他呢 他不喜欢你 一直是你在自作多情 纠缠不休 真可怜哪 堂堂一国太子 连个女人的心都得不到 哼 你说你是多早人厌烦 让人家一次又一次 想要逃离你 别说了 你们不会在一起的 无论你做什么 你们都不可能 这是你们赵氏做的孽 是上天对你的惩罚 既然是赵氏做的孽 那上天会找对人的 你也要找对人 他点到这里 自觉说得很清楚了 便闭嘴不说了 叶风蓝想着赵征的话 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不要 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你是不是中暑了 小茶听话 不要闹脾气 喝点水 好受些 宁小茶想到了 何昭雁 想到了那个可怕的人志梦 到底没有接赵征的水 原因是 叶风蓝也递来了水 宁小茶喝了叶风蓝的水 无视了赵征迷茫 而受伤的样子 如果这么下去 赵征会放弃 那就对他再坏一些 让他放弃吧 小茶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我这边年轻优秀的男孩子 多了去了 任你挑选 你啊 千万别为了一棵歪脖子树 放弃整片森林呢 也是 宁差十座庙 不毁一庄亲 他是皇帝定下的太子良缘 马上你们赵氏江山就做到头了 还说什么太子良缘 别听他的 也别为那层身份受限 女人生于天地间 应当跟男人一样自由 宁小茶很惊讶 叶风蓝有这般见识 不由地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不可以 宁小茶 他还想说些什么 就听外面传来一阵 急促而凌乱的马蹄声 叶姐 好久不见了 狼公子 好久不见 狼公子几时到的 恕我有失远迎了 无妨 叶香主太客气了 那位姑娘是 也许不久会是我们的朋友 在下狼催 王梁的狼 王催的催 姑娘如何称呼啊 你好 我叫宁小茶 宁小茶 这名字好听 岁月静且佳 小楼烟雨 慢煎茶 谢谢 我初来跪地 不通风俗人情 小茶姑娘 可否为我指引一二 你是赵征 正是 赵征 毫无阶下囚地畏惧不安 还把宁小茶 深深压进自己的怀里 完全占有的姿态 她是我的人 已经不是 宁小茶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赵征紧紧地捂住了嘴 你放开她 赵征松开手 没在捂宁小茶的嘴 盖薇揽着她的腰 依旧是战友的姿态 狼催是吧 你来得好 作为骑士皇嗣的表哥 希望你 用心帮他们找出 真正的骑士皇嗣 免得他们捧个假冒的 招摇过世 丢了剑贤堂的脸 什么意思 你知道谁是真正的骑士皇嗣 赵征反问 你觉得我会说 或者我说了你敢信 信不信是我的事 我可以不信 但你必须说 赵征没有说 他被掐得面色胀红 挤进窒息 也不开口 你干什么 你放开他 别碰他 狼催放开了赵征 下一刻把宁小茶拽出了马车 抱在了怀里 同时一脸邪气地笑 切下球还有美人相伴 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 狼催 你 放下他 赵征 你别乱动 宁小茶对他的好感都没了 直接上铁头宫 一头撞他鼻子上去了 狼催疼得闷叫一声 也放下了他 宁小茶双脚落地 余光扫到了叶风兰 快速拔了他的剑 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不知你的命 能不能换他的命 宁小茶被逼到极点了 自觉必须做点什么 但他太弱了 叶风兰一个点穴 就制服了他 手中的长剑落到了地上 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你自然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 你们这些叛道 闭嘴 你知道什么 你知不知道自己刚刚的行为是 弑母呀 他咬住嘴唇 艰难地忍住了那两个字 赵征则艰难地下了马车 为宁小茶解开了穴 那本来止了血的伤腿 又涌出血来 你们 你们不能这样对他 小茶姑娘 我希望你能认清形势 你这样做 很任性 是在置他于危险之地 无论我做什么 他都在危险之中 是我害他变成这样的 你们想伤害他 先从我尸体 别乱说话 各位 稍安无躁 他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 我们之间的恩怨 不要牵连到他身上 殿下 别对我这么好 赵征揉揉他的脑袋 想安抚 但宁小茶被叶风兰拽走了 并推入了狼翠的怀里 狼公子 黄四在历城的剑贤客栈 你带上他 先去看一眼 回头我们剑贤堂里会合 好 狼翠伸手吹了个口哨 一匹神骏的黑色大马 朝他奔了过来 他揽着宁小茶的腰 翻身一跃上了马 随后轻蔑地扫了赵征一眼 便挥着马鞭离开了 宁小茶 赵征来不及阻拦 只能满脸挫败地 目送他们离开 但挫败只有片刻 他很快恢复了淡然 他看向叶风兰 目光凝视而犀利 你很排斥他跟我在一起 为什么 你配不上呢 这不是根本原因 想知道根本原因 哼 你不配知道 滚上去 赵征很听话地上了马车 等叶风兰坐上来再次询问 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猜啊 小茶出身扬州惠安 父母早昂 遭大伯一家贩卖 沦落风尘 这记录是何彦国的 如果出问题 那只能是原父母是养父母了 你们身材相仿 气质相似 考虑年龄差距 都有几分母女之相 你真是敢想啊 希望是我猜错 宁小茶不知道这些 正跟狼腿闹着要回去 为什么回去 我男人在他们手里 当然要回去 你回去他死得更快 所以 别想他了 换个男人吧 不想换 小茶 很多事不是你不想就行的 姓郎的 很多事也不是你想就行的 看来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了 我叫郎璀 二十二岁 赤郎族唯一的王子 没有婚配 没有通房 也没有喜欢的人 不过 现在也 我喜欢你 拧小茶 跟着我吧 做我的王妃 你刚说什么 我喜欢你 想你做我的女人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粗鲁啊 我就这样 你换个女人吧 算了算了 打是亲 妈是爱 打打妈妈 正相爱 你是不是有病啊 忘了来赵国的目的了 狼腿 自是没有忘记正事 这会表达完心意 就恢复了正经 一仰马鞭 加速奔向了历城的 剑弦客栈 一个时辰之后 宁小茶看着 剑弦客栈的招牌 心到 上午离开 下午回来 主打一个玩他呀 思绪纷乱间 男人的手臂圈到了腰上 是狼腿想抱他下马 别碰我 男女受伤不轻 宁小茶 我说了你是我的女人 你谁啊你 我不是 你说了不算数 宁小茶双脚落地时 气得抬脚就踹他 狼腿躲开来 没纵容 直接把他扛进了客栈 我错了 我错了 狼腿 你放我下来 既然知道错了 那是选择 做我的女人了 我做你的女人 有什么好处啊 你能给我什么 或者说 你能答应我 一个要求吗 什么要求啊 说来听听 你把赵真放了 他爱我一场 我救他一命 如此 我跟他两不相欠 就可以迎接新人了 小茶 他不该是你的束缚 你有权选择更好的人 宁小茶见狼腿婉拒 也不多说 直接绕过他 熟门熟路地 喊了老板 送换洗衣物送热水 宁小茶听到打斗的声音 立刻穿好衣服 出来查看 结果一看 就看到了沈卓 带人跟狼腿的人 打了起来 别打了 都住手 快住手 你世人命如草剂 我不会喜欢你的 狼腿 你再不让他们住手 我会恨死你的 都住手 宁良元 太子殿下的伤势加重了 我要回去 你放开我 冷静点 叶香主不会让他死的 对 他不会让他死 但他也不会让他好好活着 他是故意的 他不会管他死活的 就是他弄伤了他的腿 万一留下后遗症 那是一辈子的事 卑鄙 无耻 狼腿 你他妈赶紧放了我 叶禅 你管管他们呀 叶禅听到了他们刚刚的对话 也大概猜出发生了什么 放他走 祁锐 作为骑士皇嗣 未来的骑士皇帝 不要被一个女人摆布 叶禅听了 拿了纸笔继续写 我以骑士皇嗣的身份命令你 我只是提个小建议 狼腿微微一笑退让了一步 安排着 张先生 劳烦你留下来 医治殿下的雅吉 殿下 你好好养伤 我亲自送他回去 说着 揽着宁小叉的肩膀 就往外走 叶禅怎么成了骑士皇嗣 你们要拥护女皇帝 女皇帝 怎么会呀 你在说什么 我说叶禅呀 叶禅就是女的呀 叶禅是谁 哦 我知道了 他没多说 准备见到叶峰兰之后 再问清楚 想着叶峰兰 他就挥动马鞭 加快了速度 想着早些追上他们 叶峰兰的马车 行进速度 自然比不得 狼腿的快马加鞭 终于 他们在天黑时 追上了叶峰兰的马车 停车 快停车 怎么回事 你怎么带他回来了 说说黄嗣的生长过程吧 叶峰兰知道 黄嗣的事为重 立刻将叶禅男扮女装 并以叶家女的身份 藏于皇宫 到被赵帝所害 小小年纪服用落舌 成为哑巴的经过 说得清清楚楚 你们怎么知道 他是黄嗣 他自己承认的 我们也在和验 你也知道 赵帝篡权 事关骑士一族 相关人等 几乎死亡殆尽 我会以我的方式和验的 没有人可以假冒歧视黄死 什么方式 郎翠没有说 他目光落到了马车上 宁小茶进去很久了 在做什么 殿下 殿下 你回来了 真好 你回来了 你是我的 小茶 不要离开我 他说着 急切地吻着 就像是干渴的旅人 在索求清澈的水源 殿下 不要 你的伤 你怎么 你怎么换衣服了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他是故意吓唬他 想让他有些危机感 一味地隐忍 那就是给别人养话 瞧 让别人截足先登了吧 赵征不知他的心思 听他说了那么多 如遭雷击 不可以 你 你怎么 我 没 我什么都没做 你别激动 你是在报复我吗 很好你成功了 宁小茶 你成功了 你杀了我吧 宁小茶 你 你杀了我吧 我真的没做 我是清白的 我骗你的 你信我 但赵征颓丧了闭上眼 身体随之滑倒下去 宁小茶 忙扶住他 我是你的 赵征 你别激动 我完全属于你 我发誓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肯定会有痕迹的 对不对 我给你看 行不行 他手忙脚乱地脱着衣服 不想 脱了衣服才发现 左胸口有一团瘤青 应该是客栈门口 被狼翠扛着走时 留下的挤压痕迹 宁小茶 并不在乎马车外的两人 一心自证清白 我这个痕迹 是他扛我的时候弄出来的 当时我不放心你 挣扎着想回来找你 他不许 就动了暴力 把我扛了起来 赵征发了疯 这会冷静下来 点了头 没说什么 帮他整理衣服 你不信就亲自验证 我什么都没做 这里干干净净的 一直在等着你 赵征直到这一刻 才信了宁小茶的话 一时对他又爱又恨 只能狠狠地吻他 这么急着证明 是不是说明你心里有我 我心里有你 小茶 我爱你 我发誓 我一生命爱着你 所以 别背叛我 我知道 你冷静些 你的伤很严重 我找人给你处理 不用 一时半会儿死不了 可我心疼的呀 那就亲戚我 这要求太任性了 宁小茶不纵容 收拾好衣服 准备下马车 赵征拉着他的手臂 把他按坐到自己的大腿上 正好是那条伤腿 对不起 吓上你了 别伤害自己 我那么说就是想你后悔 谁让你总推开我 不肯要我 现在要你好不好 你确定 会被人听抢脚的 他还没开放到当众表演活春功呢 叶峰兰也不会给他们表演活春功的机会 压着脾气等了一会儿 没见宁小茶下来 就再次拉开了车帘 结果 看他们还如胶似漆的黏在一起 气得直接上手 把宁小茶给拽了下来 你想带我去哪里啊 你分开我 你想干什么 赵征知道叶峰兰想干什么 大抵是想说出他们的关系 他就想阻止 结果还没下车 就被狼翠推了回去 不想残疾的话 就老实信 你确定歧视黄寺的真伪了 莫要离间 歧视黄寺真伪 不是你该关心的 只要你说出黄寺的下落 我可以饶你一命 如此愚蠢 你当我不敢杀你 他们有秘密 好奇吗 狼翠好奇了 不等他再说 就跟了过去 你不能喜欢他 宁小茶 他是你的杀母仇人 哦 是吗 关我什么事 关他什么事 你不想知道你母亲的事 不想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 我也能看出来 你不想我跟他在一起 你已经在伤害他了 那就该多想想 我为什么伤害他 还有你 如果你不是我在乎的人 我能容你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我是你侄女的救命恩人 你要是有些良心 也该回报我 你闭嘴吧 罢了 本来想野蛮下去的 但宁小茶 你中毒太深 我必须说出真相 你跟赵征 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你在说什么 这诅咒可太恶毒了 你会折兽的 我没诅咒 我 我是你的母亲 叶风兰 把自己跟赵坤的孽缘 说了出来 还指了他后颈的红月胎记 我本来也不想相信呢 但那天我们一起共狱 就看到了 小茶 对不起 我确实是你的亲生母亲 不可能 你在骗我 你为了拆散我们 还真是会说谎 就你这编造能力 你不去写书都可惜了 他受不了这个打击 转身就跑 仿佛跑开了 一切就没发生 赵征就站在马车旁 看到宁小茶回来了 朝他伸开了手臂 宁小茶扑入他的怀里 感觉却变了 疼 你抱得好紧 告诉我 他都说了什么 你别信他的话 他很可能就是在骗你 我没事 你的伤 宁小茶转开话题 绕到马车前面 抓着杨记索要智商的药 赵征全程都乖得很 也喜欢急了宁小茶 温柔的照顾 就满眼爱意地看着他 哥刚才的氛围 宁小茶定要吻他了 但此刻全变了 就咬着唇 忍住了吻赵征的冲动 但赵征没忍住 拿下帕子扔到一边 捧着宁小茶的下巴 吻住了他的唇 对我再好一些 小茶 我爱你 你别乱动 你还烧着 要退烧 别怕 我一直在的 赵征知道 自己弱势的地位 让宁小茶很不安 觉得是时候离开了 远方忽然传来 一阵狼的嚎叫 赵征心神一动 按道离开的机会 来了 赵征模仿着狼的叫声 很快就得到了狼群的回应 狼鸣声此起彼伏 同时 一阵碰碰咚的声音 游远极近 是狼群奔袭而来 你是谁 不要 我是待着 我要冲动 随后 就看到一头通体雪白 高大威猛的狼王 弹跳而起 朝着狼锤扑来 狼锤赶忙躲开 没有杀狼 像狼锤一样 狼锤带来的人 没有一人阻拦狼群的靠近 叶峰兰的人 没有不杀狼的信仰 就想动手杀狼 不可 狼乃我族胜兽 不可伤害 赵征料到了这一点 成功躲进了狼群的保护圈 你是谁 退后 赵征 交出宁小茶 我放你走 叶氏 你真是愚蠢的可怜 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 你们不能在一起 趁着你们还没犯下大错 赵征 你做个人 把她还给我 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你听到了 你要是不信 大可回去问问你的好父皇 问问他 还记不记得杨州的采桑女 闭嘴 赵征面目凶利 喝断了他的话 转头对狼王耳朵低声说着什么 下一刻就见狼王张大嘴巴直奔叶风兰咬去 狼翘看到这一幕 狼翟看到这一幕几乎要认定赵征就是骑士皇寺了 你是谁 赵征 告诉我 你是谁 我说了 我说了 你会信吗 你去听别人信口策谎不如自己去查 须知耳听为虚 眼见为师 凶要故弄玄虚 我故弄玄虚 你又能奈我何呀 还要僵持下去吗 我以为你们不会愚蠢到做无谓的牺牲 狼翠看得清形势 太古怪了 他得去查 但查到真相之前 赵征不能有事 于是他挥手后撤 并带着人一步再一步的后退 叶风兰见他们要走 还想阻拦 但被狼翠按住了肩膀 叶相助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手 且让他们走 可小查 小查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你们不可能的 甚至皇帝会杀了你 因为你身上流着夜市一族的血